例如你有一部某個大牌子的音樂播送器 你插了一張卡 這張卡存了三十首歌 兩部影片 還有一百張照片 你的機本身裏面 也有相同那麼多的複製的東西 即是相片、歌、影片 當你插一張卡下去的時候 那個機應該做些甚麼 其實那個機應該有一個Master File 將你的一百張照片 在手機本身裏面 還有一百張照片在卡裏面 把它結合在一起 當你按鍵上落的時候 其實對你來說 你是不在乎 究竟那個照片 是在卡還是在內面裏面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只是為了這件事 花了多少工程的心血下去 其實是很難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因為你突然間有那麼多數據 他在手機裏面有那麼多數據 在手機裏面有那麼多數據 即是說他要將兩件事結合在一起 更慘的是 做完一次之後 那個人在用這部機的時候 在這裡刪除了五個SMS 又按了六張照片 再拍兩張照片 於是我們說把花油全部花光了 你怎樣處理呢 那些用戶員又沒有心機的 以前你如果要留意 以前的機器 按了之後 等很久很久才開始起 其實那部機器是做了甚麼 其實就是基本上 它重新查過所有命運 確保育你做的時候 是很順暢的 這是我們的電子工程所做的事 當然我們做出來之後 我們還要找一些人設計 一個很好的偏論 出來進入下進下 動一下動一下 告訴你 朋友請你不好意思 等等 但是那些是後話 因為基本上是最底層的東西我們要做 所以Perception Digital 現在我們基本上最初開始的時候是做這樣的事情 到今天我們大約有二十 四十一個專利權 我整天都記住二十幾 因為我們差不多每一個月發行一個專利權 我們總共有二百多個同事 一百多個是做Engineering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同事是專門做Industrial Design 我在這裡 其實這個位置太小了 但是我這裡有一部機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我先看這個Laser pointer 應該是按這個按鈕 不是 按某個按鈕 會有些紅線射出來 這部機其實是我們最新出的一部普通的聽歌仔機 這個是我們最基本的 我覺得有點fancy一些 但是這裡有一個可以量度心跳的東西 你可以按一隻手指下去 就可以量度你的心跳 也可以量度你的步速 就是裡面有一個我們三層的pedometer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們有聽過一句說話叫中年法覆 你知道為什麼我穿這麼多衣服嗎 還蠻著 通常很多中年的男人都會這樣做的 而且你看到那些國家領導人的負優度很高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所以說說以前 香港可以說這些 其實你看到這個位置 是量度心跳的位置 好像很簡單 其實你看不到有一個弧形在這裡 可不可以 看不看到 看不看到 看不到 但是有一個弧形的位置 可以量度心跳 其實為了這個弧形的位置 我們搞了三個多月 其實我們投了幾部機不是這樣的 但後來我們發現原來 那些人把手指放進去 雖然我們那個電子 那個程式 很容易可以量度到心跳 但是那些人的手指 為了動來動去 我們量度不到心跳 因為這個機的基本法很簡單 有些紅外線 折射到你的手指 手裡有血管 在你的血管裡反射 有些折射 有些頻率出來 基於你的頻率 如果你是地球人 就會量到你的心跳 我們暫時的產品都是賣給地球人 所以是OK的 但是原來一個這麼簡單的弧位 我們設計了幾個月 因為我們不知道 所以在設計來說 變成就算很基層的 有電子工程的程式 就是那些頻率回來 我們怎樣去 interpret analyze 它變成知道的心跳 但是在一個這麼簡單的 mechanical的弧位 其實弄了我們三個多月 我們不知道 另外有一個笑話 我告訴你們 不過這個現在不會再發生在我們公司 初初我們第一次做 我們電子工程 我們叫做電子佬 設計了一部MP3的機 裡面入了電池的 但是那個電池 我一開始我也不懂 原來電池有長短的 你買牌子一和牌子二的長短不同 通常有個彈弓 那彈弓 你入電池進去之後 那個彈弓的位置是食住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彈弓做得太緊的時候 那個電池門就會撐開 因為你要準備 為什麼要緊 因為 因為 那些電池是長的時候 你要緊一點 但是如果短的時候 你希望鬆一點 你希望那個位置多一點 但是最初我們不懂 我們就放了一個彈弓下去 然後我們的電池門都全部爆開 就是說那個電池 那個MP3機放在桌上 那個電池像飛彈一樣射出來 那時候我第一次買了 我在街上 我買了一百多粒電池回來試 但是我想告訴你 那個失敗 是幾十萬港幣的失敗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失敗 因為我們已經出貨了 你說電池門要改 其實不容易 因為你要重新做過模具 重新做過 然後製造過 所有的東西 這樣延遲 那時候一個很簡單的創 就是幾十萬 所以 我到今天來講 我很尊重整個設計線 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公司設計的東西 由電子工程 由一個程式 到一個工程式的設計 一個工程式的印象 各種東西我們都要兼顧著 那這些就是我們公司要做的東西 那另外 我們公司有一個特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一個 叫做 supply chain 什麼叫 supply chain 其實我們香港公司 因為我們是一個香港人的公司 其實我們是沒有工廠的 但是我們在過去三年 我們運送了一千四百二十萬部機 所以我說 如果只是賣給香港的話 我們的機器應該每一個香港人 應該有兩至三部 那我們的機器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是找國內的工廠去生產 因為當我創業的時候 我已經發覺到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還是一個香港公司 要開一間工廠的話 可能我們已經沒有這樣的能力 很快地熟悉生產的流程 還有很多生產的專才 已經在國內已經開始了 作為一個香港公司 我認為 我們應該會利用這些生產基地 所以我們設計了所有東西之後 我們會派一大堆人去我們指定的工廠 跟他們一起合作 來生產這些 那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我可以生產任何東西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產品 是包羅萬有的 有Mobile TV Mobile TV只是一個小機 可以隨便看電視 有手機 有Digital Photo Frame 有MP3 MP4當然有 有Wireless的東西 Wi-Fi的產品 其實原來在生產的工廠 就是工業地區 其實原來每一間工廠都有它的專長 就好像你們每一個個人 都有一個專長 有些工廠是專門 是因為一個product line做專長 可能它是專門做玩具的 有一間工廠可能是專門做日本的 有一間工廠是專門做美國的 其實有間工廠是專門做日本的玩具 其實每一個工廠 到了今時今日 它們有它們的專才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需要再去理會 它怎樣特製到它的專才 而我們需要去知道 是怎樣利用這種專才 那這裡有一個地圖 以前我在香港出生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看地圖 我們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只是看 黑色線間住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的香港 100公里 但是今天我們看的香港 其實不應該再是這樣看的 我們看整個地區是怎樣 那裡有很多生產的基地 有很多工業的發展 將來對你們來說 是會有很大的作用的 最後我講一講 剛才我講的那個產品 我們這個產品 是特別一點的 我們除了可以量度心跳之外 我們另外有一個產品 你看到右邊有一個耳機 那部耳機其實裡面有三支紅外線 那支紅外線 在你聽著小歌的時候 會交叉 發射一些紅外線的訊息 去你的耳朵裡面這裡 通過你耳朵裡面的血管 是可以在你聽著歌的時候 是量度你的心跳 那這些是我們香港人的發明 那我希望 各位這麼多在座香港的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引以為傲 當然我們都生產了很多專利權 希望很快地在市場上 你會看到很多我們的產品 我的時間是怎樣 差不多了 OK 最後 咳了兩張聲 我看到他站在這裡 好像很不耐煩 多謝你們時間 Thank you